謝謝主席 請市長 來請侯市長 市長早 市長 您有很多不可迴避的挑戰 本組今天就在這邊 在進行相關議題之前 就針對這個不可迴避的挑戰 我們本組接下來會有相關的議題來請教市長 那在進行之前呢 有一件事情 本期還是要提醒市長 就是說 現在坊間都盛傳有侯家軍 那其實你現在是服眾旺的 你現在施政蠻度那麼高 所以大家都在看你的路線跟主張 所以市長你的路線跟主張呢 包括你的相關的動作 都動見觀瞻 所以包括明年就要成立的這個青年局 本期從第一年開始一直爭取到現在 那也各界都非常期待 就是你在明年就有你的這個任內 第一任內的第一任的這個青年局長 那這個青年局長的人選呢 我們還是要拜託侯市長 就千萬不要淪於這個政治或選戰的考量 淪於政治的仇庸 畢竟青年局長呢 他所管轄的 他是有關青年的職業來規劃 有關青年就業的問題 有關青年社團等等等等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呢 以侯家軍目前的建制 包括三個這個年輕人的副發言人 其實我們都非常贊 贊同年輕人投入公共事務領域 但是呢 千萬不要淪於選戰的佈局 或政治重庸 市長 是不是可以 拜託一下 明年的青年局長 拜託市長 一定要慎重考量人選 是不是這樣 我現在一直在找人選啊 我也不知道我們張議員有沒有想啊 你也蠻適合的啦 你也蠻適合的啦 真的 我也是想說有一些像議員這樣 有年輕 有衝勁 有幹勁 有理想 來當青年局長 這是我最喜歡 我們真的是希望啦 市長要好好考量人選 那不要像 你現在佈局的這個副發言人 感覺很像有這個政治考量 或你未來足大位的考量 那佈局侯家軍 這樣子 整個看起來就是不不那麼好啦 所以在這邊先 先建議這個市長 那接下來有關不可迴避的挑戰方面呢 市長 朱立倫現在有他的路線 你有你的路線 那麼朱立倫他現在黨主席 所以呢他在國會裡面進行杯葛 進行空轉的杯葛 焦土的這個質詢 推倒這個議事台啊等等 那你認為他的路線你贊同嗎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角色啦 對 他是黨主席 我是新北市的市長 每一個人把自己的工作崗位做好 才是最重要啦 那我在推動市政 我們都希望虎會和諧把市政做好 大家一起努力 這樣不是很好嗎 好市長 因為啊 你在國民黨路線裡面 你也有你自己的路線跟主張啦 那但是朱立倫呢 他就是這個焦土嘛 那麼他再來就是要再推這個罷免案 那罷免案就是一種報復性罷免 你認同一步接一步的報復性罷免嗎 這樣子的方式跟路線你認同嗎 我想很多的事情都起結於民意的決定啦 我都尊重民意的價值的判斷 我百分百的尊重 這才是民主自由國家所應有的態度嘛 所以市長你認同朱立倫的路線嗎 我認同所有的過程都尊重民意來做決定 市長你還是迴避 我沒有迴避啊 這是答案啊 其實朱立倫他到現在 他包括在國會裡面玩焦土 那麼報復性罷免一次接一次 接下來還有這個 都是針對國防立委啦 所以其實這是你不可迴避的挑戰 你也一定要表態 那包括等一下 本小組還有成員要問你有關四項公投 其實這都是未來在1218 這個雙方的攻防之下 其實你真的是大家都在看你的這個態度嘛 那我們可以理解到 你之前也不不願面對朱立倫的這個黨主席投票去表態 辯論你也沒有看 所以現在本席就直接在救救你 你認不認同朱立倫路線 因為如果你不認同朱立倫路線 我們就尋求社會和解嘛 藍綠共融這樣不是很好嗎 市長 我認同我們大家一起為國家人民做事 我最認同的是我們出來 在每一個崗位上 我們都是替人民做事 人民決定的方向我們都尊重 我們所有的事情 起結於民意 起結於我們 為我們國家怎麼樣做會最好 好 謝謝市長 市長 這個朱立倫 我還是要問 因為他路線跟主張 他已經讀書一格 他有他的路線跟主張 但是呢 他有說過啊 如果遇到抗中保台的就要罷免 你認同這樣的說法嗎 朱立倫主席說 只要現在 認同 就是要抗中保台的就要罷免他 現在的社會 不要再這樣分裂了 不要再報復性罷免了 你認同朱立倫主席說的這個說法嗎 他說抗中保台就要罷免 你作為一個服眾望 市政滿意度那麼高 大家都在看你的主張跟態度 如果是用這樣的主張跟態度 來看待罷免案 市長你認同嗎 我個人的價值很清楚 我捍衛國家 守護人民 愛台灣 愛中華民國 所以我這一生 從警察失身 我就守護國家 守護人民的安全 這個永不變的初心 謝謝市長 那我也蠻清楚你的答案 因為有關處理人的路線跟主張 我想你都是本於職責 你現在是市長嘛 我再附送你的這個論述一次 你就是市長 你要專注市政 那所以朱立倫的路線跟主張呢 你就還是暫且迴避 所以呢 市長 有關於國民黨黨主席啊 他現在在佈局他的這個 所謂的副主席 如果朱立倫主席 他在月底邀請你當副主席 你會接受 謝謝大家 每個人有自己的工作 自己把事情做好 你最重要 我自己把事情做好才最重要 現在我每一天就是把市政的工作做好最重要 好 所以 你沒有任何態度 也會晚洩嗎 我的態度就是為國家人民做事吧 好 我已經講了 我態度很清楚啊 從頭到尾沒有變過啊 市長然後接下來呢 那如果他 他現在當黨主席 他接下來要組大位 他如果有一天 他接受黨的提名 那總統呢 他要找你當副總統人選 你會接受嗎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想法跟做法 我們都要給人家尊重 那我自己很清楚 我自己永不變的是我的初心 好 我願意為國家 為人民做事 好 其他都不重要 好 謝謝市長 既然市長要好好做事 但是有一件事情呢 本席這邊還是要好好的拜託市長 好 因為CPTPP現在是以這個日本為首 這個是現在非常重要 澳洲加拿大等等的國家 等是一個國家都在這個裡面 所以呢 CPTPP現在中央 他持續包括經貿談判辦公司 一直在走 好 那一直在做 那麼後續還有很多農業部門啊 包括這個經濟部門相關很好 這兩位局處首長已經站出來 這代表就是有進入狀況 所以本席在這邊拜託市長 針對CPTPP的這個進程呢 談判進程 我們新北市要超前部署 要配合中央的部調 成立一個跨部會 跨部門的一個小組 這樣好不好 跨局處 那包括相關的 因為我們北海那邊有漁業嘛 那我們也有農產品嘛等等的 那我們有經濟發展的需求 我們有相關的產業需求 那因為新北市就是小台灣 所以本席拜託市長 是不是用最快時間 把CPTPP 我們新北市的策略營業小組 成立起來 甚至是由市長親自來主持 這樣好不好 我特別跟議員報告 CPTPP 對 所謂的跨太平洋夥伴 前面進步的一個協定 是 我是非常贊成 大家能夠加入這樣一個組織 謝謝市長 那目前是中央的前者 對 我們也看到全國的農民 產值一年有5000億 是 我們必須要看到77萬的農民戶 其實他們的壓力很大 我們的新北市雖然不是 是 這個農家的大戶 我們也有3.5萬戶 沒錯 產值也有70億 對 雖然沒有那麼大 但是攸關這些農民的生計 我們必須要做好即時的應應 所以 一開始 中央有這樣一個方向 當然 地方 就像您說的 我們要先做好準備 要如何對接嘛 對 所以我已經責成農業局 好去思考 為下來 很多的農民的產值會受到衝擊 因為我們不能壓在單一個市場嘛 我們要誇很多的市場 在這轉型的過程當中 不是只有農產品 好 可能還有包括一些產業都會受到衝擊 像塑化業等等 對 我們都要做好準備 這個 謝謝您的提醒 我們已經在做了 好 謝謝市長 所以是由你親自來 召開這個跨局處的 這個整合嗎 我想先從小局去做好充分的討論 所以先 待會兒怎麼做 我就會怎麼做 好不好 好 謝謝市長 請下一位 好 謝謝市長 市長好 您好 您是中華民國新北市的市長對不對 當然我是新北市市長啊 對 我想說你怎麼還要考慮這麼久 你是不是 沒有啊 你問那個 這個不用想的問題啊 我看你想了三秒鐘 但是因為你不用想我才會想啊 因為我在出什麼陷阱嗎 我就說你 就看我問你說 你是不是中華民國新北市的議員 一樣的道理嘛 我不用想我就說對啦 但是 所以我剛剛問你說 我剛剛問你說 你是不是中華民國新北市市長 你好像認了三秒鐘 你在想說 我是不是設下什麼陷阱 對啊 對啊 所以你不是中國新北市的市長嗎 對不對 我們國家叫中華民國嘛 對 講得很好 我們國家叫中華民國嘛 對嘛 對啦 所以你如果出去國外參加這個會議 然後上面的這個牌子呢 把你寫中國新北市市長 The China New Taipei City Mayor 你會不會抗議 怎麼可以寫中國新北市市長 這個也想也知道 這個不是我啊 對嘛 那當然一定會有意見嘛 對嘛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改成什麼樣適當的名稱最好 蛤 改成什麼樣適當的名稱最好 中華民國就是我們國家啊 那不是最好嗎 所以要改成中華民國的新北市市長 對不對 我們是對啊 你講的啊 我就遵從你的意思啊 也是做中華民國的新北市議員 一樣的道理嘛 好 那所以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兩個就是不同的國家嘛 對不對 中華民國本身就是一個國家 對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一個國家嘛 對不對 我們都尊重 我們是中華民國 對 我們旁邊有一個國家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從1949年就成立了對不對 我們都尊重 我們是中華民國 這個國家才是最重要 對 我說旁邊有個國家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旁邊當然是有個國家 所以我們是中華民國就是一個國家嘛 對 所以中華民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嘛 對不對 我們已經是一個國家 對 我們好好的保護我們的國家 所以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基本上就是兩個各自獨立的國家 互不隸屬對不對 我們 只有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對啦 那世界上當然有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是啊很多國家 講講不完啦 你要去講講不完很多國家 美國也是一個國家嘛 對 英國也是一個國家嘛 國家講不完啦 那我現在是跟你講 因為我跟你講到現在 你連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幾個字你都講不出來啊 不是我講不出來你就幫我講了就好啦 沒有那我問你啊 我不用花那個時間去講啊 我們台灣海峽旁邊的那個大國叫什麼國家 你不是講了嗎 叫什麼國家 你不是講了嗎 叫什麼國家 你講了就好啦 你講一次嘛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啦 旁邊那個大的國家叫什麼 其他的 旁邊有日本啊 對我們有敵意軍機 軍艦一直落台的那個國家叫什麼 我們講啊 我們旁邊的國家很多啦 對 日本啊 韓國啊 菲律賓啊 都是國家 所以在侯市長的世界地圖裡面 只有中華民國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怎麼會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嘛對不對 對嘛 那你就對了嘛 所以我問到現在我花了四分鐘的時間 你才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個字講出來 普通常識我也不知道你在問什麼 對沒有啊 你叫這樣問我是不是中華民國新北市市長 我說奇怪怎麼會問這個問題 藝人你平常不是這樣問我啊 所以我在想說你問何藝啊 所以你就想了下三秒鐘 想說我是不是要什麼陷阱庭要害你 沒有沒有你不會害我啦 不是說你很少吃這麼簡單的考題說 1加1等於2 我說奇怪這個士協老師怎麼會出這個問題 我要想一想嘛 1加1等於2看似很簡單 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幾個字 你也是花了四分鐘才講出來啊 我沒有你那麼聰明 沒有 我要跟你學一學 這個是常識 沒有沒有 所以 蔡總統講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 互不隸屬 沒有錯嘛對不對 我們都尊重 對啊 尊重 嚴守講的話 因為你剛剛講得很好 我們尊重總統說的話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對不對 中華民國我本來就是一個國家 所以你捍衛我們的國家 當然我們捍衛我們的國家 你的國名叫做中華民國對不對 我們捍衛中華民國 這個我在臉書已經寫得很清楚嘛 我這一生捍衛中華民國 因為我從當警察那一天 就沒有忘了初心 對 你跟我是不是也一樣 你是不是跟我一樣 從一次生到現在捍衛中華民國 我當然也是捍衛中華民國 這一生是不是要保衛中華民國 確保中華民國主權獨立 而且要確保中華民國 不受敵國的威脅武力的侵犯對不對 你願不願 對啊 你願不願意跟我們一起捍衛中華民國嗎 這很簡單的道理嘛 中華民國是國家 每一個國民有責任團結在一起 捍衛中華民國 那我意思是說您是警察出身 對 除暴安良是一生的置業 對 除暴安良才能夠安居樂業嘛對不對 沒有錯 那如果呢現在有這個敵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軍機軍艦不斷的擾台 是不是要大聲的抗議 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國家本身如果受到任何威脅 嗯 就像我當年當警察一樣 對 人民受到任何威脅 我一定用我的生命跟熱血 捍衛中華民國 好講得很好 保護我們台灣土地的人民 可以啊但是你還是沒有回答我任題 如果 我已經回答了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機軍艦老台 你要怎麼樣的抗議 我們當然如果有 國家侵害我們 國家 傷害我們的人民 保衛中華民國 捍衛台灣土地的人民 好 本來就是我 當警察一開始的初心嘛 這個我都同意 難道你會跟我不一樣嗎 不是 那奇怪你難道會跟我不一樣嗎 市長你沒有回答我問你 市長你沒有回答我問你 因為我剛有大聲的譴責 中國的軍機軍艦老台清台 那可是我還沒有聽到說 市長對於中國的軍機軍艦 清台老台 有什麼任何大聲的抗議 可不可以大聲的講出來 我只有一個想法 嗯 不管哪一個國家 現在世界各國都對台灣很友好啊 我們不用去 現在對台灣有敵的這個國家 那就是中國啊 對任何國家 如果傷害中華民國 我都願意挺身而出 那軍機軍艦 中國軍機軍艦老台 算不算是 侵害中華民國 傷害中華民國 如果有任何要傷害中華民國 傷害我們台灣這塊土地 我一定站出來捍衛 好 我不是講如果 因為現在每天都有軍機 都一樣啊 每天都有軍機老台嘛 我對任何國家都一樣的態度 好 那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我每一個國家的態度都是一樣 我在這塊土地出生 世界上各國都對台灣很友好 只有一個國家叫做中國 只有他呢把飛彈對準台灣 只有他呢每天會派軍機來老台 其他國家不會 你剛才講的美國日本韓國其他國家都不會 只有中國會 所以呢這個也不是如果 這個是現在進行的事 所以我才會請市長說 現在已經有這個情形發生了 每天都有 那是不是就剛剛市長所講的 你要大聲的捍衛中華民國 那是不是大聲來譴責中國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台灣 中華民國 就是我們的國家 中華民國就是我們的國家 身為這一塊土地的每一個分子 對 我們都有責任保護我們國家 這個原則我同意 同意就好了 對 那我意思是說你沒有回答我問題 是不是要大聲來譴責 軍機軍艦老台的這個中國 我都不允許哪一個國家 來挑釁我們中華民國 對中國這樣算不算挑釁 如果 有任何國家來挑釁中華民國 我都是 這不是如果 因為現在也是現在進行事 每天都有軍機老台嘛 對不對 市長你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謝謝你 每天都有軍機老台 謝謝你 只要有侵犯中華民國的 我還是一句話 這不是只有單一個萬一 還有其他的 我們都用同樣的態度面對 好那所以你的立場是跟我一樣 也是大聲譴責中國的軍機軍艦老台囉 我都跟所有人一樣捍衛中華民國 保護台灣人民 好 那我們剛才講了 市長是我們民選出來的 總統也是我們民選出來的 對不對 那 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 要遵循台灣的人民的意志 這句話 對不對 中華民國是個國家 中華民國未來的前途 當然是我們兩千三百萬人民的決定嘛 對嘛 那當然是兩千三百萬人民的決定 中華民國台灣前途 必須遵循台灣人民的意志 遵循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意志 對不對 當然在我們這一塊土地的每一個人 都有權利也有責任 對 所以兩千三百萬人 來為我們國家 找到一個 能夠 讓國家強盛的方法 這些都是由兩千三百萬人民來做決定 所以不包含中國嘛 因為有些人講說 還要把中國的人一起算進來 決定台灣前途 這樣對不對 我們現在中華民國就是台澎金馬嘛 對 所以台灣兩千三百萬 包含台澎金馬 決定台灣的前途對不對 兩千三百萬就包含台澎金馬嘛 沒有包含中國嘛對不對 本來就現在就沒有嘛 對嘛 中國怎麼可能來選我們的總統對不對 我們已經可以自己選總統 從剛剛我問到現在 我們大概有九成九是相同的 只有其中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我敢這邊大聲的 我就直接講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敵國 他每天軍機這樣擾台 我們大聲抗議 那只有這一點呢 市長還沒有大聲的說出來 剩下最後十秒鐘的機會 願不願意大聲的說出來 我只跟議員說得非常清楚 身為中華民國的每一個分子 大家要團結起來 然後 只要中華民國受到哪一個國家的任何挑釁 侵犯 何友宜 絕對會用生命捍衛我們國家 保護我們台灣這塊土地 人民的安全 這是我從當警察的第一天 到現在不變的初心 這樣有清楚嗎 有清楚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因為現在 唯一會侵犯台灣的國家 就是只有中國而已嘛 不是 不是說任何其他的國家 任何其他的國家 任何其他國家都跟台灣很友好 世事難料 國外處境世事難料 我們不要想到 以後的事情 位置的事情 我就想現在進行事就是中國嘛 對不對 我是講一個 世事難料 任何哪一個國家 這個不是比你更廣義嗎 這包含中國嘛對不對 比你更廣義嘛 只要有人要侵犯中華民國 傷害台灣人民 我請錢做那麼多 槍戰怕那麼多 特別在怕 怎麼在怕什麼 我經常被槍抵著頭都不怕呢 還怕誰啊 一起譴責中國的軍機軍艦老台好不好 我們一起捍衛中華民國 譴責中國好不好 我們一起捍衛中華民國好不好 譴責中國好不好 我們大家一起 對侵犯中華民國的任何國家 都絕對不允許 對 中國對不對 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行 好 不是只有一個國家而已 任何國家都不行 再問下去也是這樣的循環啊 不是啦 你就 我告訴你請側啊 我一個比較大的概念來 來包含所有的意見嘛 謝市長 那個實在時間寶貴齁 不會啦 因為我是很擔心啦 就是說 你會 會被陷入一個就是說 你不敢對中國的這個 共機 騷擾台灣 發表譴責齁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標題也不太好 所以我願意再給你30秒的時間 浪費我的這個寶貴時間 成全你啦 我認為這個部分齁 尤其你這個 是國民黨內的這個 我只是願意給你 你就不要再問我了 我只是願意給你 因為你這個一定會 讓大家產生很大的誤解 因為你說未來事情很難講 這個東西是不對 因為這是每天發生在台灣上面 對台灣人民造成很大威脅的事情 你不敢發表譴責 你不敢講一句話 你對中國 連對中國的這個戰績 是否有台灣 你不敢講一句話 你怎麼會讓我們相信說 你能夠捍衛台灣呢 所以我覺得 我願意給你一個時間 再沉浸一次 還是你不願意 你繼續 我再講一句話 當我 槍戰了幾十場的時候 我都願意生命守護台灣人員 用行動 比用語言好 我對這一生 我就守護中華民國 我相信我已經經過了這麼多的年代 經過這麼多的槍戰 看過這麼多的生死 你願意軍藥疫情這樣做嗎 你願意嗎 市長 你願意嗎 我問你你願意嗎 我願意 我今天擔任民意代表 你做過嗎 我今天擔任民意代表 什麼叫我做過嗎 什麼叫我做過嗎 可以啊 我只是沒有機會啊 你可以去管別人嗎 你怎麼會沒有機會 每個人都有機會 我們好好的為中華民國安全守護 南非五官發生的時候 我就不在那個位置嘛 是不是 還有很多啦 還有很多啦 當地人有很多機會 我當在民意代表哪一件事情 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 為人民發勝 我面對你也是一種壓力耶 開玩笑 我面對你也是一種壓力耶 你憑什麼說 別人做不到 只有你做得到 不要來這一套吧 市長 你們有那麼偉大嗎 你如果這麼偉大的話 為什麼連捍衛中華民國說 我們要譴責共濟繞台 這幾句話你講不出來 我譴責 你怕得罪誰 我譴責任何的國家 你怕得罪誰嘛 你怕得罪中國嘛 我譴責任何國家 表現中華民國 絕對不允許 絕對譴責任何國家 任何國家就中國啦 現在就中國對我們這樣子啦 哪一個國家都不允許 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你都不敢譴責 你講未來 哪一個國家我都不允許 我跟你講啊 你今天有這樣的位置 我剛剛是好意 我很擔心喔 後來李昆誠一種悶患 我來講外界解讀可多了啦 沒有關係啦 我是好意給你30秒 你要再說如果是你怎麼樣 我告訴你 我如果是你我比你更勇敢啦 不用賣了這套啦 來 我不要浪費時間啦 你不是要再說嗎 市長 我先請教你 你說 你身為新北市市長 坦白講喔 這些年來 在新北市 大家有一個很關心的議題喔 就是說 核廢料要怎麼處理 核廢料要怎麼處理 包括之前的朱毅倫市長 當時啊 針對這個核廢料的乾式儲存槽 我們堅持就是不願意發給他這個建造 那請問現在這個乾式儲存槽 我們願意發給他建造嗎 乾式儲存槽 其實核廢料問題 我還是特別跟議員報告 核廢料本身 我當了11年 我一直希望中央 能夠好好解決核廢料 所謂的乾式儲存槽 只要核無相關的法令規定 他把它修訂好送來 照規定 所以我們乾式儲存槽 現在沒有辦法給嘛 我們招給他就會給他 我簡單問一下 那我們認同說 這個新北市繼續儲存這些核廢料嗎 那當然不認同嘛 當然不認同嘛對不對 對啊 我們不希望核廢料放在新北市嘛 對啊 那既然如此 為什麼我們要這個讓核市重啟呢 核廢料的問題 是中央要去解決的問題 我們乾式儲存槽 修改以後 請他按照規定送過來 未來核市如果重啟就產生更多核廢料啊 等了好久 你現在就覺得核廢料不應該放在新北市 那為什麼要讓核市重啟呢 市長 核市重啟 核市現在就這樣子啊 核市現在就這樣子啊 對 所以現在核市要重啟啊 所以你有沒有那個態度啊 你不要再說 未來啊 面對所有全世界各國的核能電廠 可能產生的災害 我都一樣的態度 你不要再去找我 未來面對全世界所有的核能電廠 我們都要共同去面對 我現在就是問你核市 我現在就問你核市 這麼清楚 核市就在新北市境內 你是新北市的大家長 你有沒有本事說捍衛說 我們不要重啟核市 因為第一個核一核二本身就已經位在三角斷層的斷層帶上 一個距離五公里 一個距離七公里 核市同樣也位在斷層帶的附近 台灣又是一個容易發生地震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我們如果連核廢料都不要 為什麼我們要重啟核市 市長你告訴我 我還是特別跟議員報告 我很簡單 邏輯很清楚 沒有能力處理核廢料 就不要用核電 很好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要重啟核市 現在核市就這樣子 核市就沒有了 就停在那裡了 現在你的學長朱立倫說要重啟核市 現在已經停在那裡了 他過去跟你講的也是一樣 說沒有核安就沒有核能 沒有核安我們都不同意 他也不同意 那請問你 為什麼現在要重啟核市 什麼時候要開始重啟核市 朱立倫已經宣誓他要重啟核市 他要發動公投 這個部分我都尊重民意的決定 民意決定的一切 市長 你是我們的大家長 共機來的時候 你也沒有意見 然後我們的新北市民 要受到核市的威脅的時候 你也說我們沒有意見 那請問你 你在這個位置上 你又說你一定會捍衛新北市民 你會捍衛台灣人民 我們要相信 到底是哪一個核友誼啊 我相信很多的前者的劃分 人員是中央的政策 然後這過程 中央很清楚就是不要核市嘛 但是現在你的你的師父 朱立倫他就是要重啟核市 那你的態度是怎麼樣 能力表達我們的想法啊 我的主張我再說一次 沒有核安沒有核電 沒有能力處理核衛料 就不要用核電 所以你贊不贊成重啟核市 我已經講得很簡單嘛 你沒有能力處理核衛料 就不要用核電 沒有核安就沒有核電 然後所有要不要重啟一火 現在已經進到公投尊重民意 尊重民意你也是一個意見領袖啊 你也可以發表意見啊 尤其你不是路人甲 你是新北市市長欸 那我已經講得很清楚啊 那你贊不贊成重啟 我先把核威量處理好吧 他要推動這樣的一個核四公投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的看法沒有核安沒有核電 所以嘛市長你這樣怎麼捍衛新北市民 問到核能這種大家都認為是 非常有生命威脅的事情 你身為一個大小長說我沒有意見 交給人民公投 問到共機來 共機來騷擾台灣 你說這個我們對全世界各國的態度都是一樣 就只有中國現在每天在繞台也沒有其他國家 那你這樣的態度市長 我真的覺得你這樣子完全提不出一個主張 你怎麼讓人民可以信任說 你可以捍衛這個新北市民的安全 這個你放心好了 我做了40年 我沒有辦法放心啊 核四到威脅在啊 做了40年我一切尊重民意的選擇 核四威脅那當然到最後公投出來怎麼樣 我們當然尊重 但是你要先表態嘛 你是意見領袖你的意見也會影響到很多人的想法跟看法 所以如果你身為一個大家長 新北市大家長你也覺得無所謂啊 你們就去公投啊 我以給啊 那請問你這樣子有在捍衛新北市民嗎 我已經表態啦講得很清楚啦 你沒有表態啊 我剛剛講不是沒有核安就沒有核電嗎 重啟核四你到底贊不贊成 這個講得很清楚嘛 我贊成尊重民意 贊成尊重民意 所以即使核四重啟你也覺得無所謂 我尊重民意 而且先把核衛料處理好再說 核衛料核安先鎖好再說 好了 市長 副市長 副市長 副市長請回啦 副市長請回啦 副市長 副市長 其實啊 本期其實有一些問題也想跟你請教啦 那其實在本期一直在地方這樣跑你也知道 我們也很久都在地方這樣走啦 你也都清楚 其實大家對你的整個滿意度其實都蠻高的 認為說你是一個有能力的市長很為我們新北市市民 每次問到什麼你都是以市政為優先對不對 本來市政才是我的職責啊 問那個政治議題其實浪費時間啦 我們好好做市政啦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現在就是您剛開始初選的就是開始選的選市長的時候 你有推出一些政策 那請問一下你這些政策都完成了嗎 有哪些政策 當然每一項政策在推動過程當中 難免有一些沒有辦法 如我們的想法如其把它做到好 我們就要不斷的悉心檢討改進 希望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本期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你是有哪些重大政策 我現在還有很多事在做 我告訴你最關心的啦 你想關心的新北士林縣啦 連山兩三百的物價啦 工資啦 調漲 那就是我們的三環六縣嘛 那都是三環六縣 其中我說你最關心的新北士林縣嘛 還有嘛 這條齁 現在就不給普通 所以連續招標幾次 我們一直在追加預算 還沒標準 我也記得要試 我們現在已經追加到五六十億了 到現在還沒標準 市長我相信啦 你也是想要趕快做好嘛 你也是想要把它完成 我們都要趕快做好嘛 我們都要趕快做好嘛 包括我們的城鄉風貌 都更山建 還有我們的社會住宅對不對 你都想要把它來完成對不對 我推動了政策 我當然很想趕快完成 趕快完成 因為民眾也期待很久啊 也希望趕快把它做好 那所以說 市長 有這些 這麼多的政策 其實到目前為止 它算有起步了 但是還尚未完成 沒有錯 所以說我周遭的很多的市民 朋友們 包括我自己的選民 都認為說 像這麼好的政策 如果要推動的話 市長一定要繼續來連任 所以說我想請問一下市長 這些這麼重大的政策 你要不要繼續連任 來把它完成 我每天 把握當下 做好今天的事 那所以說 明年 你也會繼續 來衝 這個市長 明年 你還想 不要說 你會選擇 我自己會選擇 我剩一年 這兩天 很煩惱 你告訴我 你不要煩惱 這兩天 我煩惱的是 這兩天的事情都做不順 因為我要發包 要發包不出 只有這個 發包不出 我也很煩惱 市長 但是這些東西 也是要繼續 你能繼續當我們新北市市長 你的這些政策 才有辦法繼續推動下去 對不對 很多事 一棒接一棒 誰做 只要願意把事情做好 才最重要 不一定 每一個人都說 你一定要做 今天你如果做 因為這個政策是你 政策是你誰的 因為你推動的 我很怕說 下一個根本就沒有聽你的意思 然後沒有繼續 那我們之前 你我 我們共同努力的東西 就不見了 到時候跟我講說 不好意思 那是頂一人市長 打贏的事情 跟我無關 這我也會怕 因為 你也對我很好 我們地方的事情 你也真的很關心 但是你今天 把我打贏的事情 你也沒有繼續連任 你選到後一次的市長 我不知道 你如果說 如果聽你這樣 你要把後一次去做 沒關係 但是後一次的人 是誰我不知道 我還要重新跟他 開槓 你認識的東西 你打贏我的東西 有辦法繼續做嗎 這是我關心的 我現在做得好 最重要 現在做不好 只有每天想要連任 想要做什麼 那些都結實 做不好 人也沒有給你連任 所以說 市長 市長 你意思是說 我做不好 你也不一定會 做好 你也不一定會 做好 你做的 大家有看 我個人有支持 沒有支持 我們不用說 但是我的選民 看你有做 現在 中間的選民很多 沒有在分藍綠 你自己也說過 我們在地方的建設 沒有在分藍綠 所以說 他們一定是會看 你今天做好 重點是 我們一起努力的東西 有沒有辦法繼續延續 這是我最關心的 只要有辦法 你會繼續連任 我比較有辦法繼續推動 這就是這樣 所以說 我是真心希望 你應該要繼續連任 謝謝你的擔心 我好好做 如果你不繼續連任 我也期待 沒關係 老闆你也會出來選議 選議議長 如果選連任 我相信 在座每一位議員 都要繼續選連任的議員 大家到底打拼 我們現在要好好做 我們現在要好好做 還請問你一件事 我們的主主席 會是算你的老長官嗎 主席曾經當過新北市市長 我當過副市長 當然是老長官 請問一下 你們現在還有保持聯絡嗎 常常聯絡 你們的關係最近還好吧 關係不然就是 平常大家都有在聯絡 當然是好的 很好嘛 應該也是意見交流 當然也有意見可以交流啊 對啊 前段時間我們還 坐在一起聊了很久啊 對啊 其實他對你也有提西之恩嘛 對不對 每一個人 都心誠感謝 謝謝人在生命過程當中 我們曾經一起 為這塊土地護施 我這一輩子 當過長官 也當過部署 每一個人跟我同事 不管是長官部署 我永遠謝謝 因為我們曾經 為這塊土地做過事情 只要我們做對的事 才是最重要 所以有時候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朱主席啊 他竟然當選主席 現在最近他的一些言論啊 其實也是 在為以後做準備 我在猜2024 他應該會出來選 那我想請問一下 哪一孫總統 你要支持嗎 每一個人 只要願意 為國家人民 真心真意的好好做事 我都樂觀其才 我是針對他 2024 他如果要出來 你知不知識 都一樣 只要願意為國家 任何一個人 只要願意為國家人民 真心努力的做事 我都樂觀其才 那如果這樣子 像你這樣講 非常正確 因為啊 朱立倫啊 最近有傳說 未來他如果選總統的話 要邀你做 副總統候選人 那是你 你覺得怎樣 我現在的心目視之 我現在做好比較重要 這很難講 如果的問題 外來的問題 那都不用問 那假問的 我現在做好比較重要 所以你說 意思說 現在做好 你一樣 市長要做好 對不對 現在我做市長 現在市長做不好 還要想要 朱立倫 當初沒有做好做滿 的狀況下 待職參選 你也不認同 對不對 每一個人 都有一些想法 我們都要尊重 我現在是新北市市長 我要把現在的工作做好 那你會不會贊同 在待職參選的 這種問題 我努力 保護當下 現在好好做事情 當然啦 我只是說 現在 要選總統 如果總統邀請你來做副總統 這是真的會發生的 你如果這樣 你如果這樣 要把我懷疑這麼多人做什麼 我怎麼不把我懷疑 你怎麼要把我懷疑 我不能懷疑你 我也懷疑自己 對啦 你不用懷疑 我就沒有懷疑自己 你不用懷疑 我現在說 人人要的我做什麼比較重要 今天啦 你還可以繼續來做我們新北市市長 我們會很多 你答應所有議員的建設 我們一定會繼續來推動 一定繼續來用 我相信在場的議員 雖然說有些沒在場沒關係 他們都是希望你繼續連任 來推動我們一起努力 對不對 但你現在很怕啊 如果不小心你再告訴我 你要去選 選副總統要代職參選 欸 我也很怕 現在未來我們又有空窗期了 對不對 這都是這樣 沒有啦 議員 我們兩個好好把握 現在有機會 在這裡為人民做事情 好好拍拼做事情 未來的事情 我們都不一定會怎樣 我們就把握當下 相當啊 未來 我們都不一定會問 你明明知道你空氣呼吸會對嗎 你也不敢說你呼吸會對 當然啦 所以未來的事情不要這樣 好好努力做 你這樣好好問做 我要好好回答 這個最重要 所以市長 所以未來啦 你代職參選也是有可能 其實我這樣聽來 可能也是有這個可能 這樣我會比較煩惱一些 啊沒關係 快點你如果說 我把握當下 我們就好好努力施設 所以未來 未來這個總統 我看我自求多福 我是覺得現在未來的事情 你不要說 要把握當下 市政經問 看有什麼事情 做好 這人人比較期待 好啦好啦 他不是期待說 你未來要做什麼 你未來在說政治 那我覺得那都假說了 我們認真打拼 五五十的做事 比較重要 好啦市長 我是希望你繼續練練 謝謝 也一定會練練 感謝你 謝謝 謝謝 市長 那我們就開始市政 沒關係 本來就要早一點市政 很多人都關心啦 時間了嘛很可惜 很可惜啦 好好的問市政 三環六線 問那些政治議題 沒有意思 三環六線誰來實現 我們看到 三環三線 當時在朱立倫當市長的時期 只能劃線 所以現在呢 三環六線 我們要去追他的進度 還有這個執行的整個過程 包括的預算 包括整個招商 包括整個土地的標售 取得等等 公衡進度 我們必須要好好來檢視 但是在進行檢視之前 我想請教市長 你是不是聽聽 因為未來 有可能 柯文哲跟 這個郭台銘會配 所以他現在當台北市長 他很多都是 站好看我們新北市啊 但是你作為一個新北市長 其實我們 作為新北市民 跟新北市的民代 另外我們非常希望你 應該為新北市民 這個仗義職員 挺身而出 不要再被柯文哲騎康 因為過去太多的例子 你被柯文哲騎康啦 系數 過去的種種 水肥爭議也好 那還有這個 所謂的這個 相關的 包括環狀線的經營權也是 那他都是先發動了 還有包括U-Bike 1.0 2.0的轉換權 都是他先發炎之後 然後你被悶著打 悶著打之後 我也沒有看你任何的反駁 所以呢 我們現在看到啊 有關於 橫跨新店綜合板橋的 這個有關環狀線 經營權 現在的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你說過要用五億 來買回嘛 那現在是 購買股權的這個進度是怎麼樣 因為這兩邊還是要好好談一談 對 還有交通部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我們起碼那兩席 交通部 因為在轉換過程當中 本來就要回到 市長 我看雙北的論壇的紀錄 有兩次啦 包括副市長陳吉 對 有一次是視訊會議 沒有任何公開的內容 所以我今天就特別要請教市長 是說 有關於 你是在關心 你是在講的 環狀線經營權 我們絕對不能再讓柯文哲卡康 因為 我剛剛已經說過了嘛 前面 前例太多可循 你都被柯文哲吃豆腐 被柯文哲卡康 但是也 從來沒有看過 你好好的反駁他的一次 所以 藉此機會 我再讓市長說一次 有關於黃狀線的經營權 現在此時此刻 市長你的態度 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我跟柯市長都一樣 我們做事情是對事嘛 把事情 對的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關於黃狀線的經營權 我們本來有一個企業行為 現在我們 每一次我們在雙北副市場論壇 如果有機會提到這個 我們就會談 那最近 我們約12月份 12月份 還要再談 12月份再談一次 11月份 那個議員報告 就是這個部分 大概台北市有正式回函 是說我們這7月要到期的 這部分我們大概11月會找 副局長陳吉會來商談 後續怎麼移回來 所以副局長陳吉 不是 先細節要先談 先談細節 那市長 現在是大方向上面 你還是要藉此機會 因為今天大家都在嘛 所以你應該要好好的表態 這個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因為我已經講過很多次嘛 照契約的規定來進行嘛 對 新北市就跟台北市簽了這個約 對 就照契約行為來走嘛 這也沒什麼好說的 就照契約來走嘛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嘛 市長但是啊 三年嘛 三年完了 大家一怎麼交 就怎麼處理嘛 市長但是看到柯文哲啊 柯文哲市長他 包括五月 他可能在議會裡面 他也有在講相關的說法 他也不是這樣講耶 他說那個是他的 所以現在到底是怎麼樣 那既然要談 你的態度要非常表態很清楚嘛 因為這涉及到 我們把經營權拿回來之後 因為還有很多招商啊 跟土地標構的問題 後續經營的問題 都是新北市的責任不是嗎 我想這樣子啦 對 任何一個 市長你要講清楚的 對啦 我就講得很清楚嘛 對啊 他們這有環狀線的經營權 本來就有企業行為嘛 對 我們的企業行為 我們就叫企業行為來走嘛 這我們雙北都有這樣一個共同想法嘛 對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提早要談 如果人家如果不跟我們說 他不會發文來嘛 所以人家也不是說不察 人家也是對這個事情 大家都是心平氣而去解決問題 對事情不是完結嘛 我們就對事情說清楚 這法律要來走 市長 那他如果柯市長 他在藉口拖延 或者是他不照這個旅約去走 那你的態度怎麼樣呢 如果他藉口拖延啊 基本有什麼因應對策 人家如果要拖延 他就不需要發文來 要講這個事情嘛 你也是這麼簡單 人家也有心理要解決這個事情 所以雙邊大家好好坐下來談 把事情談好才最重要 吵架不會解決問題 大家好好來講嘛 我們是對事不對人嘛 好 市長 那其實如果你要搶回 要把經濟錢拿回來齁 那接下來其實還有 有關於這個營運的問題 營運的問題 什麼營運嘛 對 還有後續很多的問題 其實都有待你來解決 那你現在到底 你有什麼具體的規劃呢 因為包括本小組 等一下後面還有很多要檢視的啊 那其實環狀線的暫體裡面 感覺上現在你說 你說這個要什麼土地標售的啦 你要這個要所謂的供購的啦 要招商的 現在都還沒有看到任何的一個 比較大破大力的一個發展 所以請教市長現在怎麼辦 可能 議員不說真的對環狀線不太了解齁 對 因為我們說過早就拿回來了 所以30個地方齁 每個我們拿回來了齁 10個我們就先拿回來了嘛 現在環狀線的經營一下 是我們要派副國長 就是說兩個捷言公主這個啦 這細節要怎麼高 要怎麼做 這要有一個時間去做這個嘛 現在就是在做這個進行事嘛 你現在問說 現在是在做啊 你問說我有在做 現在就是在做啊 我也跟你說是在做啊 所以議員 這你齁 要比較清楚就在做啦 這在做啊 對啊 市長還有環狀線經營權的爭議齁 這個除此之外 這個基隆捷運的興建 也被柯文哲當成政治操作的籌碼 那新北市在這裡面扮演什麼角色 我看到 你有對這個相關的立場 有過態度的說明啦 但是 你是不是在這次的說一下 因為這也 這沒問題 這我再說一次吧 這也是被柯文哲當成政治籌碼嘛 沒有啦 我要這樣說啦 其實 大家都沒拍的 大家都要面對問題 但是一點最重要的就說 我們要給街人的好 新北一隻的好 台北一隻的好 所以 我們三個都要好 其實大家出發點都沒有發意 大家也曾經坐下來 談了一個方向 吉隆輕軌 在改成中印料的過程當中 要跟西東線 本來是西民線嘛 變成西東線 沒有讓他接接 接接路線還不用說 這細部大家可以好好說 其實我都是希望 大家對於這個事情 把它做解決 不用用政治的方式來看這個事情 我們好好說這個事情 從 不管要延伸到台北市 那一天大家都有談到 從八獨要走到南港 這整個路線的方向大致不變 但是過程呢 八獨到基隆 還要花很多時間去做討論 這個我們也可以理解 但是交通部是主導單位 我們也尊重前責單位的看法 所以交通部 基隆市 新北市 台北市 大家四個要有共識 我都很簡單的 大家都好做好 我齁 要花做 我都拿去做 因為市值 欠缺捷運 尤其我的西東捷運 這麼久也送去交通部 過程再主政 我也一直拜託 快點給我核定 快點給我核定 核定以後 基隆捷運如果需要我承擔的 我絕對不會做事情 我就是用這種態度 讓大台北 大家有個交通生活便利的環境 齁 所以我再說一次 我們核定打拼 我希望中央經決定 我來經常做好事 這樣最重要 市長還是期待 有關柯文哲騎康你的部分 你該這個距離力爭的 就是經營權的問題 這是屬於我們的 新北市的 那經營權該取得就取得 那後續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我們就是為了整個環 環鑽才可以更好 剛年新北市林縣 都說啊 如果標出之後 新北市林縣要把回來還自己去 那我也覺得很好啊 人家也很有誠意啊 我都講話都對視 我從來不對人 這一點 他們也同意說 讓他們先標出 現在是在標不出 標出我們就拿回來做 這樣揹揹大家問題 所以其實 最後的整個營運 到未來整個大台北生活圈的營運 我們一間來營運就好 這也是對的啊 我都講 我們做事情 我們看事情沒有在看 不是說 你要跟他們用這樣 我覺得沒有意義 大家好好坐下來 好好把事情做好 好 感謝市長 那個市長 你好 其實推動這個大眾捷運 主要就是說 希望讓民眾有個便捷的交通 然後減少這個 汽機車減少空污 那但是因為 蓋這個捷運 坦白說 它的成本也相對比較高 那相對比較高 所以大家會擔心說這個市府啊 相關的這個財政的壓力 或者是我們未來的這個自償率 到底是如何 那我也看著這個審計處 他每一年的報告裡面 針對這個部分 其實他都有提出一些憂心 例如說 他有強調就是說 我們當然中央 這個我們跟中央爭取經費 例如說以這個 我們八項這個軌道建設來講 說總經費5707億元 中央補助2326 然後我們地方政府要自籌款有2165 另外呢 其他縣市應該指台北市的部分 也要分擔大概1216億 那這個部分講起來就是說 其實2165億來講 對我們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數字 尤其對地方政府 但是應該要推動還是要推動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是陷入兩難 就是說我們知道推動捷運 坦白講 有時候那個工程費很高 然後也會擔心虧損 但是如果就長遠發展來講 市民又非常迫切需要 所以我們現在擔心的是說 我們的這個所謂計劃性的這個 自償性的這樣的一個比例 有沒有辦法有效的提高 我現在是比較關心這個問題 所以我在這邊跟你大概提醒一下 就是說 審議初他跟我們講說 我們如果這個 自償性的收益實現 如果沒有辦法 這個合乎比例的話 恐怕未來我們的債務啊 會達到1865億元 這樣的一個債務比例已經高達93.55% 這個對新北市來講 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所以市長 針對這個部分 我就想到就是說 我們要解決這個部分 我們不可能光是靠人民的票價 因為人民希望大家便宜的這個捷運 然後坦白說啦 民意代表也都希望 票價可以維持在一個穩定 我們光看票物來這個 應付成本是不夠的 所以我在這邊提醒你就說 包括我們的這個聯合開發 包括一些捷運周邊 能不能帶動整體的這個經濟的繁榮 這個部分很重要 所以市長 針對第一個就是說 目前現階段 因為自償率不高 所引起的這個債務問題 你有沒有一些想法 怎麼樣來解決 其實我真的非常謝謝議員 問這個問題 問得很好 我們朋友先說一句話 因為我最近一直看追加預算 其實我壓力很大 我們不能把債留給主持 這是我感覺我做這件事 我一定要把成本控制到合理的範圍 但是因為標不出去 你也知道現在的目標 像我們現在的總經費 六千五百四十億三返六千 那本武要負擔兩千六百二十八億 算很高的啊 那這裡面 自償性差一千三百七十九億 那這些我們在目前的計算以三十年的來算 我們目前還是可以 那最重要我們怎麼樣在資本投資上 創造更高的效益 你這沒有投資 你一定會 你看目標 你差一年喔 去年把我標出到今年標出差百分之十三的物價 今天想像你剛才說的一句話 其實這個交通的建設 不是用交通的成本去計算而已 它旁邊周遭的附帶的 包括我們的共過 包括帶動旁邊周遭的經濟企揮 這個東西 這是看不到最重要的效益啦 所以這個線 我們一定要去 這個時候 我們比較把錢 我們可以省的要省起來 可以用自償性 多提款一段 我們就要緊拚 這才是我們真正的要做的 所以我現在就是 你來提示就是說 我們自償性其實最快的 其實台灣 就是土地很貴 其實捷運都是一定會聚集人潮嘛 所以我們捷運相關的這個開發 目前我了解就是說 這個櫃局啊捷運局提供給我的這個資料說 我們現在主辦捷運土地開發共30案 那陸陸續續這個 大概預估可以啊 這個挹注的自償性的建設經費 大概248億 坦白說248億也不是很高啦 就是說以這個整體的債務來講 但問題是市長 我們像這個淡海輕軌 2018年就開始通車了 它到現在我們這兩處 才在辦理什麼都市計畫 變更作業 這會太慢嗎 這樣啦 這對我們來說 這一年 淡水那麼多人去 淡水 游客那麼多 有沒有辦法說 我們快一點 來盡速來開發 然後讓這樣的一個財源 可以真正抑注到這個 我們的這個捷運 你問了很好 其實我們也一直在想 兩處大概可以移住15億左右 因為現在在辦土地價位 中央其實有很多次 中央在土地的變更上 是有一點慢了一點點 我們也一直把它推 因為又要牽扯到淡海新市政的發展 淡海輕軌才會擲起來 淡海輕軌才會擲起來 淡海輕軌的發展一定要隨著淡海新市政 還有今天觀光休閒 所以這部分 你問得很好 我們現在就是在擲這塊 所以還有很多的 新北環狀線 10個地方要不做 所以10個做 只做4個而已 還有6個要不做 這都是我要緊拚的地方 市政委 市政委 我說真的 淡海輕軌的部分 我希望你可以緊張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新北環狀線 我不是說北環南環 那些都要不做 我們現在就是環狀線這條 我也不管說這個 我們到底 到底經營權是在台北市 在新北市 因為土地開發 應該這個權力在我們這邊 對 所以這個部分 我就提醒你 就是說我們的環狀線 大概 其實那個地方 雖然不見得每一個點 都是什麼非常繁榮的商業區 可是至少人口密集都躲不掉了 那這些地方 包括這個秀朗站 景平站中和站中原站 這些你說已經徵得投資人 進行這個建築的細部設計中 那其實還有六個站 就是說其他 除了這四個地方之外 還有其他六個地方 很多 包括我們板橋也有好幾個站 那這些部分 什麼時候開始動 什麼時候開始做 這樣子 四個已經標出去 那不用講 現在六個 六個我三個 今年會完成 明年還會完成三個 我明年一定會把這些問題全部解決 就像當然輕軌那兩個 那兩個 我一定在明年一定把這些問題全部解決 所以我現在就是 你明年那兩個是值哪兩個 當然輕軌那兩個 環狀線 環狀線 明年這六個 都總解決 明年齁 你說的都解決 是 朝商 朝商 現在在做商 好 我希望這個可以加快腳步 這不能加快腳步 對 因為這個對都市的這個發展 發展非常重要 而且我們捷運 其實我的 當然有很多人意見不見得一樣 但是我還是覺得捷運能夠多蓋 還是盡量多蓋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說要 可是這個就牽扯到就是說 我們不要讓捷運 虧得太嚴重 至少可以平衡 或者自常性的能夠達到一定的比例 所以我才很在乎說 這些能夠趕快開發之後 然後讓他自常性比例高一點 不然未來如果反對蓋捷運的人 他就會想說 你看這都虧錢 這都賠錢 但是有時候大眾捷運的觀念 我覺得也不是說賠錢或虧錢 請這樣來形容 市長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我這個比較擔心 這個我要提醒一下 我問一下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大眾捷運公司 我們相關的這個土地的開發基金 相關的這個盈餘的分配 或者是說 因為就好了解 我們現在有幾條的這個捷運線的這個財產 都還是登記在台北市的這個名下 這個未來啊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土地開發之後 相關的利益的分配 應該不會啊 因為這個我們大概 有一些比例的分配方式來處理啊 可是你這些相關的土地開發的 土地開發的比例分配有跟 有談清楚嗎 這個不會從捷運開始 我們基本上那個比例都是 大概有固定有一個公式 計算公式來計算 那個沒關係我請捷運局長回答一下 我們那個分配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土地開發權力 是在我們身上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開發完了之後 我們的相關利益或者相關盈餘 是要跟台北市一起按照比例分配嗎 還是也是全部歸新北市左右 按比例啦 因為路線之前都是初期路往跟後續路往 有一些一開始沒有自償率的問題 所以他的路線是按路線長度來看 每個基地有台北市 我們那個比例大概是多少 目前大概土地開發八點多 八點多 因為初期路往新北市比較少 台北市比較多 所以是我們拿八點多 他們拿九十二 市長這個比例會不會太選出 我們後面會再把財產的部分做得了解 那個沒關係局長細節的部分 那個市長 這樣比例是不是稍微比較少 如果議員覺得我們比例還可以再爭取 我是希望我們可以跟台北市多爭取一點 因為這個是對的 因為台北市有很多錢 我們說很多錢 他說的 你說不可以他們有錢 你另外一些不錯嘛 這創造是大家雙眼嘛 對 如果人家的環狀線在新北市跟台北市是共同生活圈 未來搞不好選不來做合併也說不定 所以這個東西我還沒說說 我們面對台北市在談這個比例的時候 我們可以更有利一點 我來做合併 反正我習慣當黑臉的啦 你就說議會 大家都在抗議啊 大家都覺得這個比例 真的不合 我們希望跟台北市 能夠有一個比較平衡的部分 不過台北市要緊 我們新北市服務員那麼大 那相對的這個 一些相關的分配 確實我們希望能夠爭取更多 這部我們拜託市長能夠 不用拜託這應該我會做的 謝謝 謝謝 市長 延續我們很多剛剛都是其實討論捷運面的問題 其實捷運 不管是以前的朱市長的三環三線 還是現在的三環六線 其實你我大家都很堅強的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我們整個新北市未來一個很大的一個交通網絡 那當然這個要做起來 需要很多人的一起努力 但是呢最近我看到剛剛你自己 剛剛我們兩個在聊的時候 其實你就有講到有關這個流標的問題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樹林 這個萬大樹林縣這一部分 他其實他現在到底他的狀況是怎麼樣 第三次 因為他有分兩部分 一個是底層 一個是樹林這邊 我也準備了解 到底喜歡 現在第三次交標了 現在第三次流標 現在第四次了 第三次 第三次 讓他增加了 兩次流標 兩次流標準備交到第三次了 第三次 第三次 增加了36億 增加了36億 所以 其實我還很擔心 增加36億 到底能不能標出去 我們準備在11月份 開標 所以我還非常擔心 因為現在物價上升到 讓我們不可思議 大概13% 14% 這個 這個 這個可能 大家 可能那個捷運局要更了解 為什麼 因為 據我所知 光鋼材料 在我們的六月份 已經漲了46.8% 到了 在依照主機處的提供的數據 46.8% 我不知道 市漲的13.13% 或14%是哪裡來 這我不太確定 那是轉播 你可能整個平均 平均是不是 全國平均不是只有港 可能包括土建 包括一些部分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像我們 中和萬大樹林縣對不對 這個是555億的總經費 對不對 那我看到 的確 剛剛我有請教過 我們捷運局的同仁 那其中有300多億 現在目前要投入在這個工程施工方面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在555億的這個框架下 你們說是有多少錢 是可以拿來做這個物價的調漲的部分 目前都投入了 現在都下去了 這550億都下去了 不是喔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譬如說 你五百五十五億嘛 是一個框架下來 對 那你現在說 因為物價指數的調漲 那你就說555億 如果照正常來講 然後叫我來講 你可能要變560億 570億 580億 590億 那是這樣子嗎 沒有錯 是嗎 局長 這個部分有財務計畫 對 可是是你555億 上面還要再追加嗎 沒有 現在目前把預算額度內來招標 對嘛 所以說是預算額度內 500億都全部下去了 不是 不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再追加10億 再追加20億 再追加30億 是不是 不是原來的工程費 沒那麼高 把物條的費用 跟預備費通通投入了 對 那所以我才說啊 那如果像依照這個狀況 你現在的36.14億 這第三次 總共增加了36.14億對不對 對 36.14億的狀況下 這是你最後的價格嗎 還是你還有多餘的 這個預備金可以拿來用 因為你們有一個 有一個預算是 拿來調節這個物價波動的 都投入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總共是多少 這個額度 就是這個物價波動的 你有多少億可以用 這個已經超過波動的部分 把我們的物條款 跟預備費都投入了 所以說你全部都 全部都投入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再不夠了 要怎麼做 不夠當然後面有方法 就是說 方法 因為以前捷運也是分開 逐項 現在把它統合在一起 那後面把 比較後面施工的 可以做 做這個處理 那怎麼處理 我想請問一下 你現在剪相 剪相嘛 你現在已經是剪相 可能你原本也預計要做十項 那你現在剪了變八項 因為現在招標並沒有說 標不出去 而且據了解這個 高價段的廠商比較有興趣 所以這部分 所以說你 所以說 局長 跟市長 我想請問一下 剛剛您所講的 這個部分 所以說 我剪相八包 是我 如果裡面有十項 我會變成八項 以555億的這個方式 下去招標 或者是300多億 這樣講好了 300多億下面招標 是不是 也就是說 兩項我留到後面再做 是不是 工程的話 把後面的工程項目 對不對 先 晚一點再招標 OK 晚一點再招標 可是它的錢 還是在555億內嗎 當然 經費不夠 我們就會去調整 OK 經費不夠調整 我想請問一下 那經費不夠的 它的財源要從哪邊來 你555億 竟然是在這個框架下面 有減相發包 那減相發包的狀況下 那剩餘的那兩項 我不敢說 譬如說50億 沒有沒有 我是想說 因為這是你們提供給我的資料 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剩下 假設是50億的工程 這兩項是值50億的工程 那50億要哪邊出 裁員如果不夠的時候 因為這個裁員 還是要修正計畫 這個裁員要從哪邊出 需要報修正計畫 因為中央已經核定了嘛 沒有沒有沒有 555億它給你就是給你了 這跟淡江大橋也是一再修正 那所以說我才問說 這個50億要從哪邊出 這樣子 面對一個重大工程 這個一定會有碰上 財源不足的地方 當然 那先知道 因為這是一個中央 跟地方合作 大家一起要去面對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報給修正計畫 給中央 面對這個問題 怎麼樣去調整我們的財務結構 所以說市長你的意思是說 那50億 假設那50億 我不猜那是多少 他應該不確定沒有這個狀況 是不是 後面 後面 中央還要去中央 偷補做 是不是這樣 整個財務修正計畫 告訴我們財務 資產要多少 但是我是希望 因為我們新北市政府 過去在增加預算這部分 從來沒有辦追加減 預算 所以說 我是希望說 未來如果這個需要 辦追加預算的話 一定要 叫辦追加預算 我們要走正常程序 不要說 每次用其他的方式 直接在基金裡面解決 這樣也不對 因為我也 因為這個太大筆了 因為這是我自己 選區內的一個 這個政策 一個重大的建設 所以 本席一定是百分之百支持 你要辦追加預算 我絕對百分之一百幾 但是我希望 還是 所有東西都要公開透明 整個都是要按照程序來走 好不好 謝謝 所以說未來一定要 那年底動工有問題嗎 招標出去就馬上動工 馬上動工 我也很煩惱 因為大家都在問我 我也是 大家壓力都很大 大家真的壓力很大 我已經三次了 我是覺得我們壓力都很大 因為現在碰到那個物價 真的 對啊 所以說要做 那 這個東西就要拜託我們市長 局長 拜託 如果年底動工的話 一定要把替代道路做好 這是本席的要求 這應該的 感恩謝謝 是應該的 能夠實現多少的三環六線 我一定在任期裡面 希望如果旗線沒有單戈掉 我們就不需要往後延 所以我一定往前拼 所以具體來講是 安坑縣 明年通車 沒有問題 還是後年 安坑明年 安坑明年可以通車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比較具體嗎 那個三陰線112 三陰線112 三陰線112 進度都很順利 我每天去看 很順利 目前能夠有比較具體的 那我們起碼像巴黎輕軌 武泰輕軌 去買現在交通部 把我們合定 這個我等一下再來請教市長 好沒關係 其實問題是蠻多的 起碼這兩條線 因為每一個捷運施工 不是說一天兩天 要好幾年 這起碼這兩條線 這捷運不是說一天兩天蓋好 我們也知道說 現在很多的捷運工程 就遇到流標的問題 那甚至我們自己 有很多的計劃送到中央 就被中央來打槍 那所以說三環六線 誰來實現 我當然希望說 一棒接一棒 侯市長任內 你也能夠具體的 部分的實現 那接下來 我不知道你要不要選連任 那可是這樣子 一個計劃就下去了 那我先跟你來檢討一下 這一個淡海輕軌 淡海輕軌已經做好了 那淡海輕軌呢 這個按照這個 不管是我們 新北市的預算決算 還是審計處的報告 這個新北捷運公司 108年虧了1.7億 然後109年呢 虧了1.6億 然後今年呢 到8月為止呢 再虧了2.2億 所以新北捷運公司呢 從107年成立到現在 就等於在你任內 虧了5.5億 那你知道我們 新北捷運公司 資本額有多少嗎 13億 13嘛 30億 我們30億 那加上說明年 新北捷運公司 給議會的預算 預計還要再虧損 3.6億 市長啊 等於你這 四年的任內 新北捷運公司 虧了9.1億 幾乎差不多是 快接近3分之1的資本額 沒有啦 沒有那麼多 沒有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 請捷運局跟你報告 對 其實我有一個想法 我這個數字有沒有錯 來 不是這個 跟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齁 大概市長上任來 大概4.7億啦 數據上齁 是沒有那麼多啦 第二個是說 新北捷運公司 他現在的營運狀況 自從南海二期以後 整個營運狀況 就往上 我這個數字都是來自於決算的報告 還有你們提供的資料 就是 這虧損5.5億啊 這哪有錯 是目前啦 對啊 你們明年預算編列的虧損3.6億 這有沒有錯 送到議會來的預算書 這有沒有錯 但是最後的結果 事實上沒事情 最後的結果不一定嘛 還要看決算嘛 等於是說 已經虧損的 預計虧損的加起來是9.1 我有算錯嗎 結算到最後的結算 可能會有漏差啦 對啊 至少8億以上跑不掉啊 那我只是在請教世人 就是說 淡海輕軌 虧損得這麼嚴重 你們當初醞釀評估 一天會有多少人 目前醞釀的部分 從這個南海線二期通車以後 就增加了47% 不是啊 你跟我講 當初要蓋淡海輕軌的時候 醞釀評估一天是多少人嘛 當初大概有2萬到4萬之間 好 那現在 現在每天是多少人 現在每天是1萬人 但是基本上 對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 就是說你們當初的 評估 運量 跟後來有一個差距 這就是虧損的道理嘛 是這樣子 我特別跟議員做一個說明報告 因為那時候評估2萬到4萬 是淡海新市政整個發展起來的目標值 對 所以淡海新市政的目標 現在一個速度比較慢 所以你們的運量都高估了啊 所以沒有引頭趕上 如果淡海新市政 引頭趕上 再加上這段時間 剛好要碰上疫情的關係 沒有疫情的時候 沒有疫情的時候 運量大概平均也不會超過1萬人 沒有疫情的時候 1萬多啦 不只啦 1萬多有超過你們的2萬3萬嗎 差不多了 加上去2萬 沒有啦 快空期的時候 上假日有時候到3萬4萬掉 不要跟我講假日 這個是算平日 我是算是說均量每天 你算平日啦 對啊沒有啊 就是給我的資料 就是大概不到1萬人 9000多人而已啊 到平日啦 平日的時間啦 跟你講 光是靠票價 也沒有辦法彌補虧損 其實啊 我老實講啦 所以就是我們剛剛所講就是說 其實 這個除了票價之外 你們還要開園嘛 那你們開園 市長你上任的時候 你就說 這個捷運呢 開到哪裡 都更又做到哪裡 請問一下 你這上任這快進3年來 捷運開到哪裡 都更有做到哪裡嗎 跟著做啊 跟著做 你哪裡 你講幾個具體的來跟我講 新北市的現在的所有的捷運 周遭的範圍裡面 我們都用TOD 對 讓他們做好整個都更嘛 我剛剛知道TOD啊 我意思是說 你講個具體的東西嘛 有具體有TOD的案例嘛 已經有招生的案例嘛 但計畫我知道啊 包括我們的行程中心 就這樣蓋的啊 為了我們的第二行程中心 要蓋的啊 土城的那個頂埔捷運站 那邊雙捷運 那邊現在也有 大概有三件TOD 你跟我講具體的啊 都有啦 三重的三重站 三重站 這邊也有兩件的TOD送進來 沒有 那送計畫跟具體已經有實現的 在哪裡 具體有實現的在哪裡 第一吧 因為它是整個都更 所以它有一些它的進度 那它有來申請 那甚至相關的 進度零啊 沒有沒有 進度都有在申請 我現在看不到就是說 所以我在跟你講 而且周遭齁 周遭因為TOD的關係 也不是我在講的啦 很多大湖的都更 圍繞房子的都更的 數字就變快了啦 啊 其中啊 所以我們現在都更已經有200多次了 計畫是很快啦 我是跟你講說具體實踐的啦 具體實踐的 數字 這個也不是我講的 是審計處的決算報告啊 它是說市府啊 推動這個 我們的軌道建設 需要自酬2165億 那這個自酬呢 都包含了這個 軌道基金投入的 包含TIF 包含TOD 票價值值 那是算是小的 但是呢 這個審計處的報告裡面來講呢 我們 你們預期 預期的這些收入 應該有327億 但是呢 具體實踐呢 只有52億 高達275億尚未實踐 85%沒有實踐 這不是我亂講的 這是審計處的決算的報告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跟我講 有啊 這個捷運該哪裡 抓在哪裡 TOD誰有送計劃進來啊 這個審計的報告 決算報告就是這樣子啊 85% 沒有實現嘛 能不能寫簽集說明一下 供姐 這個自償性經費 事實上我們都符合 我們的這個 舉債的委員會通過 都照那個進度再實現 那最主要就是審計處看的資料內容 是因為我們財務計劃在修正計劃的時候 那時候有些財務計劃沒有做修正 所以導致數據比較高 事實上有的是現在 那你跟我講 你認為你的數據是多少 你說85太高 那是實際上數據是多少 我們是用30年期來看啊 不是現在目前的數據為主 那你跟我講個數字啊 目前已經有80幾億 85%沒有實現 所以市長我跟你講 80幾億已經有實現的部分 80幾億有實現 那80幾億有實現也是大概70% 沒有實現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跟市長講 那個數字有點誤會 那你去跟審計處講啊 就是那個數據我剛才解釋說 當時他依照 我的意思齁 你不用講了 你不用講了 我的意思是說 你認為審計有錯 你就去跟審計講 我這都是審計的數字啊 數據有出入的地方 虧損5點多億 你會說沒有 沒有虧損那麼多 這都是你們給我的數字啊 除非你們給我的數字有錯 那個是預估啊 5億還沒到真的決算 一樣啦 都是按照你們的決算數字 你們的預算數字啊 現在齁 你不用再講了 來市長 你說 你未來的三條線 到底有哪一條線 在你任內可以實現 你自己新增的 巴黎 武泰 還有深坑 我跟我講一條結業 你跟我講有哪一條線 可以通過行政院的 這個核定就可以了 我現在在拼嘛 現在交通部已經審核啊 通議啊 這兩個都同意了啊 哪兩個 交通部 巴黎跟武泰啊 兩個都同意 同意 你要講清楚喔 你要講清楚喔 同意什麼 我跟你講交通部的委員會 現在已經都同意 武泰 清坑跟 巴黎清坑 都已經都同意 那國發會 國發會已經同意了 還有一些修正以後 還要報行政業核定 武泰是最快的 武泰已經 國發會同意了 巴黎跟深坑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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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議題也是議員在這裡問了很多 這個是行政院退回來交通部在看這個內容 那所以說巴黎輕軌行政院今年這個任期會核定嗎 然後看行政院啦 我上一天有跟行政院院長報告還有跟交通部部長說啊 趕快核定不要影響到丹江大橋的失誤 這個不是說看行政院要看你們提出來報告能不能說服行政院 不是說我送一個報告過去了被退了六次 被我現在在問市長不是說我送了一個報告過去被退了六次被退了九次 行政院的問題啦中央的問題啦要看你們的財務報告要看你們的醞釀 不要什麼事都推給中央我們會多溝通這本來就是要雙向溝通的 對於地方的建設我們都支持但是身為議員要跟你講的 你在淡海輕軌目前就是虧損我只是比較擔心未來這些輕軌 如果說這個同意了之後你們怎麼樣去彌補那些虧損 老實講一定是會虧損的 但是怎麼彌補虧損是你們應該去做的 沒有錯謝謝議員的提醒那一個捷運一個輕軌的興建不是光靠 要靠票價不是光靠營業要靠周遭帶動的 所以我跟你講說你們周遭那個實現那個TOD 85%沒有實現啊 那是一種自常性的我們一定會稅收會在這裡面增加 那附近的圍老德根的容積獎勵讓他們帶動這裡的稅收 也是我們這裡面的一環 但是您的好運我可以理解 把你們有具體完成的也就送計畫的給本席一份報告謝謝 謝謝議員因為您剛才是好運 那我們其實我們不是光靠營業 整個財務計畫也會跟著稅收 整個我們的環境的變化會帶動起來 所以特別跟議員再說明一下謝謝議員 好市長有關於這個地方建設下一頁 市長你看圓山公園啊特色公園他每逢假日就很多家長帶小朋友去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啊他過去是公墓回天土的關係 他土質因為呈現然後非常鬆軟 所以導致呢現在已經現況已經變這樣了 包括他的魔鬥山丘那個非常好的打卡景點 那但是呢公所他沒有這個修繕經費 小腹難為五米之吹 那現在破壞的非常嚴重 整個歸裂啊破損 幾乎是讓整個家長都跟我陳情說 很多的遊戲區都不能玩了 那是不是請市長要慎重其事的看待這件事情 很多的小朋友現在都把工程圍儀都圍成這樣子 都不能算啊 所以拜託市長是不是用最快的時間 大家擲經費 讓他趕大家修理好事 現在假日因為防疫已經比較舒緩解除了嘛 很多小朋友都去耶 但是現在的狀況是這樣啦市長 這可能公所偷偷的齁 這公所偷偷的齁 對公所偷偷的齁 因為家長陳情要齁 我這個先去做一個處理啦 想要因為這非常大幅度的齁 沒關係我會趕快去處理一下好不好 安全地啦不要這樣齁 市長這個大概多久時間 因為現在每逢假日齁 非常非常多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去那邊玩 如果不趕快處理其實會有安全的疑慮 所以拜託市長齁 看是一千萬兩千萬多少的經費 對要用最快時間 我們去看一下啦好不好 對 拜託市長好不好 請公局跟那個去公所 好用最快時間齁 拜託市長 好下一頁 市長是這樣齁 有關於原山區的兩大都市計畫 一個就是國管園的都市計畫 這個我每個會期 我都不斷地要拜託市長 這個是民眾在高樓處拍給我的 他每逢禮拜四禮拜五 就特別是禮拜五齁 他們從高樓處拍下去 這個是尖峰時間啦 下班時間 看到的齁 就是他車啦 他在民安街 整個民安街齁 幾乎是動也不動 那現在卡在一個問題是說 雖然我們現在看到齁 呃 好像是從過去的營性生活層裡面 那現在營建署說 打算把這邊當成是一個 未來要做一個社會住宅的運利地 但是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現在呢 應該先把交通問題做解決 也就是RD1跟RD2 那現在在100年的這個 國管院都市計畫裡面 我們看到RD1跟RD2 很多不可行之處啊 所以我不斷地拜託市長齁 這個應該趕快把 RD1跟RD2 這個可行性裡面 有關於要怎麼樣趕快做 那麼投入經費 那分年度趕快編列的 要做給大家看 這才代表是說 我們是非常有信心 而且是照進度 照管控來走的 市長 是不是有關於這個RD1 RD2 是不是可以再拜託市長一下 因為齁 如果只問樓梯想 交通問題永遠不會改管啊 那內外圓3 如果不把RD1跟RD2的問題解決 內外圓3 永遠都無法縫合 拜託市長好不好 好 這樣子好 RD1因為涉及到民房的拆除 對 還有國中用地的縮減 還有高低差的問題 那RD3共產量體比較小啦 那目前我們曾經請交通局 去做好評估 那交通還沒有達到整個 永篩那種衝擊的狀況啦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責成 我們多次計畫 西部計畫 去做一個通販性的檢討 現在通販性的檢討完以後 我們就會重新的去整個做好評估 把這個部分看怎麼要把它做好 所以現在都市的計畫 現在在通販性檢討當中 在內政策 市長就是 真的不要再說 這個車流量不夠等等 我就想送到一個月 給他通販性檢討完 大家看到了 大家看到了 民安家的狀況就是這樣 沒關係 當年的都市計畫 變更我們 還有交通流量 沒關係 交流量的那些汽車問題 對 所以計畫道路一定要解決好不好 拜託市長 他們就給他們當時計畫 先去改變 才打算 對啦 這個 交通的問題先解決 我們讓他們當時計畫 變完才打算 當時計畫要多久 市長 這就看來進步 對 你到處用一個 中了嗎 現在在評估嗎 沒有 我們的方案已經有了 那內政部在審議 希望他趕快來排會 好那 那就拜託 那個市長 可以在行政院會 或是 趕快拜託他們 我現在拜託 更大條 都把它放進去 因為我拜託那麼大條 沒有要把它放進去 我怎麼做 市長 我只要不要說 只要一個蘆蘭蘆白 一些事情都放在 這齁 大家很期待 對啦 拜託市長 我們在裡面 所有的拜日來進步 對新八市來說 大家都很重要 但是這條 它不是說我最大條 但是我希望來進步 你跟來進步 多溝通一下 看新八市的案子 都快點心碎 這都市價位 真的很重要 我都去拜託 我常去來拜託 好啦 感謝市長 好 各位都不太好 你給我倒照一下 再來就是 揮搖都市計畫 這也是都市價位 每一個會期 都有拜託市長 所以 中和聲音園區 我們真的是正面看待 也感謝市長 我們當時來好嗎 對 來進步拜託 到底去來進步拜託 這都放在來進步 這也是不去 拜託徐公部長 審議 這都在來進步 我知道 這案子也在在 這案子也在在那一陣部裡面 當然不知道有什麼法做嗎 我現在都拜託 市長 市長 我是困難啦 因為已經寫入了 就是未來揮搖 這個 都市計畫 你告訴我 我才有事去做 感謝市長 你中間你自己進行 你也拜託一下 我都沒有 這是為了大中和好 為了大中和好 我都去拜託 我都跟他們處理 也拜託 他們這次也拜託 他也幫我去拜託 我拜託 我拜託就好 還沒辦法 你跟他們拜託 現在寒棟我們也請高公局 交通部也在拜託 對 我們拜託 幫市長 這有關寒棟 啊 這交通瓶頸的問題 這個交通局評估完 這個相關的方案 要趕快補送 當然 因為現在卡在於要補送問題 我知道 那裡我要補送 對 上個禮拜 吳政委也有開會 也希望說這個高公局 能夠給我們一些技術上的協助 這個要快 補送了 市長才可以去 內政部跟部長拜託 這個 其實這條不是大條 這條 要在審查到當中 要有很多 真的要有很多 拜託市長 這也交通問題 所以 都停在內政部 內政部也要拜託市長 再加強一下 沒有啦 沒有問題 我責我的責任 我去內政部拜託 責任 我也可以跟市長做會去陳情 拜託 陳將軍去都很有力 你和他去就好 他每天都走 他每天都走 感謝市長 綜合生育園區 我們大家都期待 讓他未來是一個生育重鎮 那包括 我也很感謝 因為我們未來這個社會住宅 阿芒段社會住宅 裡面 就會有一個衣財的基地 這個大家都很期待 他會形成一個生育聚集的產業鏈 那我們中和呢 就有在地經濟 我們中和就有產業聚集的區位經濟出來了 所以這是非常棒的事情 我們共同來期待 下一頁 市長 張和區 這個張和國中的羽球館 我有跟江永昌委員去看 那羽球館裡面呢 他裡面要這樣破損 破人都 那因為他年久失修關係 他包括呢 鋼筋下方 火力五包覆處 很多都是鋼筋裸露了 那其實很多呢 都會在裡面運動 周遭的居民等等 都在這個羽球館裡面運動 但是 如果要把整體 做整個補槍 或者結構的這個損害的補槍的話 他涉及到經費過大 所以這樣拜託市長 這個 這個一樣 除了向中央爭取經費之外 我想 江永昌委員那邊也會努力啦 但我們地方 可以做的 一定要先做 那看下一頁 好 就是剛剛那個張和國中羽球館 他整個破損的 這個狀況呢 所以 拜託市長 拜託市長 這個 我們 為了小朋友的安全 為了大家 市民運動安全 張和國中羽球館已經破成這樣了 現在這條都在進行 這是 完成拆報程序 完成拆報 可以嗎 完成拆報程序 但這個 我們要先做啦 先進行了這個之後 中央才可以有 經費的挹注 拜託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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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一定要做 這個要加速啦 孩子安全 老秀廳 維持到安全 對 這我改天做 我都會去頂進度 因為這經費 是幾十千萬的問題 所以 我們插報程序 大家到這邊 大家到這邊 下一頁 市長 再來就是 也要拜託 不用啦 大洋塑膠 問題 這要中央議員 大家都很關心 機關用地 這個 本席也一直有拜託 這個財政局 在審議小組裡面 要把我們市警局的意見 要聽進去 那現在大家 整個電影都很記憶 這我也很記憶 所以新綜合分局 包括中原派出所 那現在 被納入評估的狀況是怎麼樣 是不是請教 陳議員 跟議員報告 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就是 已經在招商了 然後這個就是部分 我們 那個 明年上半年應該可以把 明年上半年 就可以把那個 實施者就找出來 然後由他來整個做財務規劃 這樣子 明年上半年 實施者會找出來 然後把他做一個整個 我們希望 能夠順利 順利把他找出來 好 所以這個算是在 市長的第一任期內 已經派版定案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 讓整個中和分局 讓這個中原派出所 因為中原派出所 一個月租金十八萬 這樣喔 可以省很多 所以 以後整個移入之後 其實大家 包括整個區域的治安 整體的狀況會改善 這樣好不好 拜託市長 不用啦 這不用拜託 這我已經拜託你比較快 好 謝謝市長 這個 那再來呢 有關於這個 也是在區域裡面 大家很共同關心的 有一個大佐安聯合會啊 他們長期 有做水質的監控 他們自己出錢 去做水質監控喔 他們又去打贏 他們一直去 他們自行去檢舉去機查啦 但是就是一直排出 各種顏色的水 這是其中一種顏色啦 其中 中原溝的污染狀況 我想市長也很清楚 那這個 中原的這個 木 木棧道呢 他已經一期二期 都已經完成了 在地居民覺得非常好 但是美中不足的 而且非常令人嫌悟的是 嚇過 很吵耶 那這個呢 旁邊 市長你可以看一下 旁邊這個是回復我的 有去機查 但是沒有極度性反應 那我把這個 局端的這個意見呢 給大佐安聯合會 那些居民就說 不相信啦 他們的水質監測裡面 就有問題嘛 而且非常的臭 惡臭 那說 機查不到 那也 水質也沒問題 那現在到底 要怎麼樣把中原溝 清淤除臭 至少 除臭 也不要再變顏色 這樣可不可以啊 是我在這邊跟議員那個說明 因為這個中原溝 現在已經納入到我們市府的這個 治水平台去討論 所以是跨取處合作 那議員 之前中原溝 最常發生就是旁邊的印刷 因為你看喔 市長在瓦瑤溝 對 他知道那個市場有油脂 油脂潔流器 已經在加裝了 這會改善水質 那中原溝的問題一樣 如果他一直持續的排放 惡臭物質 他持續的讓在地居民 覺得非常嫌惡 那 哪怕你把中原木棧道做一期二期 甚至以後把它整個圍起來 都沒有人要清淨水啊 所以這個問題一定要 看要多少時間裡面把它解決 這個要破例要決心啦 市長 好這個東西我大概跟議員說 因為中原溝旁邊這場發生 它就是印刷業的這個顏色 剛議員提到的 那我想說 因為現在來講 我們針對印刷業 我們都有要求說 你水不能擺出來 它就直接變油墨的方式 把它當作垃圾 去用清除的方式處理 所以這個後續來講 我們會持續 印刷業說他們都沒有排 對 這個未來來講 就剛議員提到就是 包括跟那個相關的廠商的 這邊的協進會部來講 我們後續會看 大家怎麼合作部分 那它裡面的物質到底 有沒有毒的成分 這個每個月 我們都會去做這個 核川的監測 也會做這個機查 那議員這邊提到的 後續來講 我們會加強那個頻率 局長 市長 市長 要多久時間內 讓他至少有最基本的改善 不要再讓他們看到 那每天去看那色一直變 那在地軍民看到 都覺得我們取負沒破例 我們全力以負好不好 那是不是可以用最快時間 我可以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中文國其實上下有全部都加蓋 只剩下中間三百多公尺 那因為印刷業的 其實他處理的水是有顏色 但是他們檢驗是沒有問題的 他只是那個顏色沒處理 所以我們現在想說 我們本來想要去做取底 可是三百多公尺其實那個效益不大 而且他有潮汐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想說 怎麼讓他水 就是說看有沒有辦法 在那個源頭做處理 環保機加量機查以外 我們想說我們就是 可能會用一些 律理用什麼方式 就是不讓人家 因為那三百多公尺其實沒有意義 我們再另外再想辦法再處理這樣 就拜託市長 沒有啦 沒問題 我們有誇平台的助手 這個讓大佐安那邊的環境 可以好一點 好 下一頁 市長 在此時此刻 我正在跟你 就叫相關的 城市建設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的新南夜市 正在起一個會堪 那個會堪是 好像被人家檢舉啊 所以剛剛十點半的會堪 說要拆牌樓啊 那我們知道啊 夜市殺手 潛力可循 買酒殺到建成圓環 柯文哲似似乎 是把士林夜市也二殺掉了 我不希望侯市長啊 如果要拼經濟 如果要讓庶民經濟好 我們要好好的 維護這個大家共同期待 也是中和人 都在這個牌樓啊 他這是 這個新南國際觀光夜市 好不容易啊 在你任期內的第一年 還沒有疫情的時候 有 金發局有事辦好多的活動 鐵人三項啊等等的 大家都覺得曙光在線啊 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現在又停滯不前了 但是呢 現在出現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是 現在這個時刻 既然說這個牌樓哦 是違法的 可能會有 拆除的這個命運 所以是不是 我為這個牌樓請命 我也為新南夜市再次請命 這個牌樓千萬不能動 因為它是歷史悠久 大家 共同的歷史記憶 所以 市長拜託給 除了要繼續照顧 新南夜市的攤上 跟店家之外 這個牌樓呢 絕對不能去動它 是不是可以承諾市長 這樣子 因為 最主要是有沒有影響到交通安全 如果沒有影響到交通安全 基本上我都會比較尊重那個 自治管理機關 大家看 去輔導協助嘛 看那個輔導 最重要的是 新南夜市做起來比較重要 新南夜市做起來 如果牌樓的增加不影響交通安全 而且自治會也同意怎麼樣 把它做得更漂亮更好 那帶動生意 這最重要 你沒有生意做 只有一個牌樓也不好 你有牌樓 就要帶動生意 生意好 大家做生意最重要 這樣是不是有 我先讓新南夜市 如果 折成經發局 因為疫情需不缺緩 管理機關去跟他們說 看看要怎麼處理得更好 因為我們不能給你看一下牌樓 要看整體的夜市 我們要怎麼處理 夜市經濟真的很重要 當然很重要 大家都很期待 我牌樓很大 夜市我每天走 我以前是沒有牌樓 所以拜託市長 這個新南夜市非常重要 一定要大家照顧好 這樣好不好 應該 好 下一頁 再來就是有關南市區 內南生態公園 何時動工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呢 我知道有很多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能有所延宕 但是這個 既然經費已經抑注了 那我們希望它可以 如始如期的完工 那因為這個非常 大家都很期待啊 在地的老人家 跟年輕人 年輕人可以去那邊 這個賞夜景 那這個老年人呢 可以上去那邊運動 雖然過去是第二公墓 但是在市長承諾之下 現在也編了預算 內南生態公園 我們哪時候可以開始動 是不是可以如時如期的完工 蔡依偉文做做的啦 因為疫情都要拆掉嘛 我們蔡依偉文 疫情都要拆掉 我知道 疫情你也知道 工作也很辛苦 對啦 工作很辛苦 現在差不多 11月就發包 就趕快做做的 好嗎 蔡依偉文開始嘛 那我們希望 如時如期的把它完工 這很重要 這民眾常在走的 這個步道 把它創得漂亮 對啦 現在還不可以走啦 因為步道還沒創後 要把民眾把它創得漂亮 才可以走 好 感謝市長 好 下一頁 再來 江榮參委員在中央 他爭取了700萬的 南四角連外道路的可行性 700萬 投入下去 那麼他也招 邀請了這個吳澤成政委 一直不斷的針對這個 可行性評估方案裡面 包括要怎麼過山洞 要開發山洞 包括要怎麼樣 讓整體的南四角連外道路 通往新店等等 可以有一個非常好的 適當的一個 照這個評估方案來走 但是我在業務質詢的時候 有舊教局長 局長似乎是要花三到五年時間 他用短中期的方案來做 就是號制燈號的改善 以及這個調波車道 這樣子來做 但是市長 我認為齁 如果要真的徹底改變 這個南四角連外道路的交通問題 應該長遠來說 他的方案裡面 有一個超過十年計畫裡面 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高達二十億的經費 如果真的有決心 應該要逐年的來編列 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子的 市長 是不是 我跟議員做個說明 那因為這個案子有報到 這個國發會去做報告 而且是列管 那在討論的過程中間 在長期方案的部分 局長你有出席嗎 我們副局長去了 那因為我在這邊業務質詢 那個會議上面 那有明確的就是 因為長期方案 各個中央的該管單位 各有不同的意見 對於這個實施下去以後的效益 那些多有質疑 所以這些案子全部就是 在實施的過程 可能會受到很嚴重的一些還評 還有經費效益的一個挑戰 所以這個必須要很審慎 那第二個是 決議是說要求我們呢 能夠就這個幾個瓶頸入口 來進行短期方案 那所謂短期方案不是只有這個 它是運用這個智慧科技的方式 來做一些疏散的一些作用 那另外六十四 台六十四上面的一些 工種應該要做的短期方案 譬如說是這個往北往南的 跟中和這邊可能沒有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這些工種就要入案去執行 那這個各司所值 對啦 交通疏流 這個避免擁塞 這是我們長遠來看 也是在這個可行性評估裡面 一個高達二十幾億的這個方案 不會超過 我們不要放棄 我們不要放棄 也拜託市長不要放棄 要繼續的 然後去溝通 照在規劃 然後去溝通去協調也好 那短期內的呢 剛剛局長說的 3到5年 有點久了 跟議員報告 這個短期方案 因為它屬於交通管理 這是市府應該要做的 那我們也爭取 這個明年度的ITS 你可以縮短一下 因為 局長上次講的是3到5年 我們現在爭取 我在地方講的時候 大家說 市長可能是第二任期去 可能還以後 南市交通也是一樣的亂 我們現在因為預算已經送進來 那我們要額外爭取 這個科顧市交通部這邊的 其他的一個專案預算 這個已經送出去了 拜託市長 有關於這個 南市的連外道路 是不是可以折成一個副市長 讓他去直接來捅手 這樣可不可以 因為這個跨局處太多 不會 如果有需要的話 那目前交通局 先把它規劃做好 那如果有需要 我一定還會有高層的 不一定要副市長 有高層來協調各局處 好不好 好 一定要有決心啊 市長 南市角的交通 就新南路那條 對啊 上下班太塞了 你現在的承諾跟決心 大家其實也都在看 我們希望交通局把它做好 這短期的規劃當中 我們去暫時施反解決哪一個部分 先去做 好 但是這要給他們一個規劃 我們會完整提出報告 短中長期 你說三到五年 再縮短一點 你就直接講三年內完成 不要說三到五年 我看他們怎麼規劃 我們會盡力的來爭取相關的資源 好 但是這個還是要靠中央給我們更多的一些益助 還是中央 要 好 謝謝市長 再來是杭羅爹的登山步道 這也感謝市長 這個地面損壞這個第一期的部分 它已經年底會接近完成 那這個經費的益助 大家吃肉肉 那個山友去進行生之旅 其實都非常稱讚 但是現在有關於指標系統的混亂 這個我認為這是第二期應該要重重之重 趕快去解決的事情 那是不是可以 拜託市長 這個經費呢 看我們是先編列下去 還是說去請求中央資源 這個部分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山友齁 如果指標系統的混亂 其實也不適合我們生之旅 這這個路線的整體規劃 那現在呢 地面損壞虛然 我們第一階段已經完成 那我們是非常期待 市長是不是在明年底之前 我們把這個指標系統的混亂 全部把它清整完畢這樣好不好 市長 我們會繼續做好不好 你講了這些 只要我們能力所及的 該做了我們就會把它做 因為我們第一期 在年底會把第一期完成 因為管理局他也會去想方法把這些解決 拜託市長 下一頁 剛剛有說了 包括瑞穗配水池 沿東市 海山神社 還有泰湖山莊 泰湖山莊 我還是要拜託市長 這很好啊 每次問卡一個電話 什麼卡一個我都跟管理局講 因為他們都撒去議會 你給我了解 裡面的問題 你給我了解 議長和管理局我幫你處理 我要拜託過 拜託啦 因為這個部分 文化局已經有照他這個旗程去管控他了 那現在就看到態度問題嘛 對啊 我也是要去跟他們改管啊 講金門 古蹟本體的部分要委託貸管 他也不願意 那現在呢 已經用這個 古蹟保護法去把它列管了 然後它的進度也那麼慢 這是一個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呢 是 他的其他的區域裡面 可以做停車場的 他也不願意 那其實在地居民其實非常期待 如果那個他的其他的土地面積 可以用來做停車場 或把它整地化為綠地 這樣是很好的 但是現在圍城這個工程圍籬 大家都在問 從過去好像鬼城一樣 把它已經整平了 但是現在瓦礫堆 工程圍籬圍圍在那邊 大家就是那些什麼工程呢 那很好啦 對 所以這個齁 在城市宣傳中有一塊那麼好的古蹟 旁邊如果有綠地其實非常好 所以我們瓦礫堆很主動啦 我們平衡說 我們瓦礫堆主動還可以協助 去跟我們主席 申請古蹟的保護的一些經費下來 我們先把它 可以下來 我先把它處理一下 好 至於後面這個計畫 也是要管長跟議長 大家有共同的想法 那這樣才有辦法做成 多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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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是金門很多鄉親的好地方 也有很多古蹟在這個地方 好了 就拜託市長齁 這個把整個古蹟郎帶 泰晤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品牌 很重要 它是眷村文化保留 不然我們都只能看三重 啊 中華娘娘的蛋 都沒有眷村文化保留 總是把那個郎帶整起來不錯啦 對啦 瑞瑞沛水池和海山神社 沿通寺 這裡大家都要去的地方嘛 所以也要請齁齁齁 市長每年的古蹟日齁 你應該去瑞瑞沛水池 隨時來埔去看看 我有辦法去看看 這來埔齁齁 現在整理會變ped黨 它未來是一個非常好的 對啊 文化 immune都很擁心 啊你還是精 מד りだ 這整月 altar變成這樣 Matt 非常好啦 所以邀請市長 明年如果古蹟日 應該把 這整個中和的古蹟郎帶 如果有時間 瑞瑞沛水池可以去走一下 這樣好不好市長 好 我去看一下 好 下一頁 市長也是一樣 石秀活動中心 中央補助六成的金費 六成經費呢 他有規定明年三月一定要完工 但是我就請你去那時候 跟張圍寺 動也不動 跟張圍寺的總共是這樣 我們全部 任何的工程為例 說要動工 也沒動工 現在石秀的里長 包括秀安區 所有里長都說 不是有一個石秀活動中心嗎 大家以後可以在這邊 活動可以使用 但是呢 等不到 現在到底哪時候要動工 市長 8月就決定了 我們預計3月 有拖到 沒關係 該做要做 該做的事我就會去做 市長哪時候可以動工 年底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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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三月完工 然後3月之前一定會完工 好 現在市長承諾 沒有啦 這改做的啦 不要拖啦 這不能拖啦 大家都在看 市長是這樣喔 因為今天因為疫情的關係啦 那土地公文化劑其實非常重要 那包括航路地 包括立行福等等等等 那大家都很期待 就是年度的編列的預算 是不是可以讓中和的榮耀 讓中和的景點 可以更凸顯出來 這我叫柯局長 因為我們你說阿農地 實在是很好的 我們的土地公 都在那看那麼大孫 大家都補兵 今天也是我們中和最中和的 沒有 公所跟那些經費 柯局長也當柯局長 可以再擴大 像明年的話 其實可以更盛大 我再給他更加收一下 怎麼做比較水費啦 比較好 因為這是中和我們非常指標性的活動啦 所以我們期待明年 拜託市長 局長 這個這個 可以讓他更擴大一點 比較好啦 好 感謝市長 我叫他 他在中和局長嘛 我了解 怎麼樣去溝通 讓他可以辦得更好 我會請柯局長去想一想 看怎麼做 感謝市長 市長 再來 我們看到這個高雄跟台南 台南他看到高雄這樣子 有夜市券 他認為還來得及 所以他就補了這個 台南的夜市券 大家蜂擁而至啊 都去鎖啊鎖啊 但是拜託市長是說 我們新北市 像中和的新南夜市 每一個夜市都在期待 是不是可以有人潮 是不是有在地經濟的吸引力 所以夜市券其實是 應該要好好的來評估啦 光陽補牢為時不晚 我跟他說 這個我們中和局有一套 非常完整的做法 我先跟你講 好 跟一桌報告說明 我們今年的 加倍鳳凰活動的部分 我們特別是推出 新北加倍券 對 那這個新北的加倍券的部分呢 我們已經有在開放登記 那未來都是主要庶民經濟 市場 夜市財商 這個我知道 我做的是夜市券 現在就是說 其他縣市這些做法 直接講去夜市券 也是滿額才加碼 這滿額加碼 其實提高了消費門檻 還有增加消費壓力 是不是適合市民經濟 其實還要看一下 其實我們運了那個五十塊的票 這個最好用 這個去夜市券最好用 所以我們有一萬六千家 夜市券弟弟就在這裡面 所以我相信這五十元的票 在那要吃一碗麵 還沒再招 啊就招好啊 市場但是那個 三十一萬分而已不夠了 只不過五百 如果三十一萬分就可以 帶動很多 不一定要大家都會去 31萬其實我都是集中在 消費在市民經濟方面 其實我都贊成把31萬份 將近3億多元 都把它放在市民經濟裡面 那可以帶動更多的商機 你去 完了沒有搞 他再給錢他回來開 就不是說我50塊開50塊 他一定要50塊開 但是教練幾位 現在不是這樣做 現在是大家去挑 所以如果照你這樣講 其實很好 應該要回歸到 這個市民經濟 其實我31萬人都要看市民經濟 我覺得我們這次送 受創最少就是市民經濟 但是大家一定要去挑 這個是不分任何職業族群 性別年齡 你就讓大家去抽了 但是我還設定新北市民 你有設定新北市民了 我設定新北市民 我知道你有設定新北市民 但是我現在說的是夜市卷 夜市卷 台南他認為說高雄拼成這樣 台南他也趕快去做夜市卷 沒有啦我夜市這50塊不可以去開啊 我們這也是加倍墊裡面 50塊可以怎麼做 那31萬分裡面 你怎麼贏 你怎麼贏 也是大概 最高我們也補助了 3億多元 出來帶動市民經濟 希望能夠創造 幾倍的效益嘛 你不可能只花那50塊嘛 你可能還有花一兩百塊兩三百塊嘛 所以也把五倍墊其他的錢拿出來再花嘛 這個都是雙層效益啦 請入 這個一定比台南市高雄是好很多的方式啦 請入是這樣啦 到底31萬分的這個在地經濟的這個外衣效益到底有沒有出來 我想這11月8號之後就會見真章啦 看11月8號之後 你們抽出來大家去花的時候就會見真章嘛 花了之後 看那個整個外衣效益如何 那是不是可以拜託市長 如果31萬分的效益 到時候看的時候不足 夜市卷其實真的是亡樣補牢啦 因為畢竟整個五倍墊的效益是到明年去啊 所以夜市卷都會付啦 我每次到明年啦 對啊 啊所以 明年事業啊 我要看整個狀況啦 你31萬分 你若是到時候看那個收益 不再理想 因為大家幾個月拚到這樣 我們新北市還在等 還在摩柴的期間 就還沒創造在地經濟的效益出來啊 所以是11月8號之後 我們才會有那個經濟效益會看到結果嘛 所以是不是看到時候怎麼樣 我們也是列入評估啦 像夜市卷這樣好不好市長 好 我們這樣子啦 對 我們先把這一波整個經濟衝衝看 好 啊問題 哪些可以做調整的 我們都隨時可以做法滾動式調整 滾動式啦 好 謝謝市長 下一題 市長這個是我本來業務質詢你們要問的 那我就直接拜託市長 這個救命AED其實非常的 如果是可以結合外送平台 讓這個救命的AED 都可以直接 藉由外送平台 去救急跟救命 市長 我認為說這樣的一個主張 跟這個建議 是不是 市府願意去做 讓 讓整個 AED可以更擴急 可以更充分 這樣好不好 市長 這個可能要好好評估喔 這不是那麼樣簡單 就是外送就可以送AED 對 因為這個東西還會只要使用操作 這個可能 所以要訓練 所以要人員訓練 這個還有個人他的意願 還有人家公司的意願 這個可能都要去 思考一下評估 好不好 好 這個先評估啦 下我們去評估看看 好不好 還有這個是不是願意 補助個里的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設置AED 個里去補助 1032個里嘛 補助AED 其實 這個是 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像 里長跟林長 都可以去接受AED的訓練 那很多里長其實有需求喔 那如果 市長你承諾下去 各里的活動中心 都有設置AED 其實是非常好 我們看各里活動中心的使用的量 還有行情狀況 如果真的有這個需要 而且有人會去學這個操作 那我們也可以去做這個考量 要求人嘛 都是好東西嘛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要請科技長去評估 還有消防局去評估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設了 14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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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活動中心的部分 可以更密集啦 加活動中心嘛 我才叫科技來評估 有活動中心啦 不然常用 不然幾個人 其實也不要去浪費啦 我們怎麼樣去評估啦 好 感謝市長 好 下一頁 有國際水 好 市長 我想 這個高雄陳中城的這個意外 是 令全國哀痛 那 我們現在向內政部 也在緊留密國修法 那不僅是 整個消防公安的問題 包括整個 設立管委會也好 包括整個 這個公安的申報 其實也是重中之重 好 那我們不要說 等待中央 把法令都修好之後 我們新北市 再來跟著做 我們其實可以先去評估 好 有關於這個 新北市相關的 公安申報 的公告 14日期 他是不是先行訂定 這個自治條例來因應 因為哦 如果你哭等中央的修訂 這個建築法 這安全不能等啊 所以市長是不是可以 好好的評估一下 因為這個哦 其實是 非常 大家現在全面在檢討 那也看 我們新北市 現在怎麼做 好那 我當然知道 我們跟著中央腳步去 這個修法等等的 但是 新北市可以做的 其實我們可以先做 有關公共安全的部分啊 尤其是建築法規 是不是可以拜託市長 哦 讓這個 公共局長可以趕快去進行研議 我想這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這樣不用等修法 對 在等修法有的時候 都反不及其 對啦 所以我們包括我們的 公安林的機車小組 已經前面出動 還有蕭安 對 尤其針對 30年以上有驅動的 不斷從結構一直在做檢討 還有做好 校文安全演練 其實因為蕭安 他會定期 對 公安呢 他就沒有 一定我們都要做運路師來做到嘛 還有90個地方 齁 11老後一上的 這個才是我們當務之急啦 把它做好啦 好 還有兩個地方沒有管理委員會 我們建議輔導 一定要做好事 所以 我們都前面 新北市有公安小組 由副次長親自指持 對 他齁 一年來把人訂很條的啦 所以這個您放心 新北市把公安裡面 穩定全力以固 好 那相關法令 不管是中央跟地方 我們都有責任 怎麼樣做會更到位 好 那這個公安不能等啦 大家都在期待 所以我們新北市呢 就是 教一個副次長 整體來抓 對對對 甚至腳步可以更快 副次長公安小組 他大概抓了很緊 對那個 腳步可以更快啦 不要等中央修法 那個緩不濟急啦 好 感謝市長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頁 好 謝謝喔 市長 這樣 要啦 感謝啦 該做愛做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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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請回 我們今天上午時間已到 我們休息室下午兩夜 也在準時開會 謝謝各位同仁 謝謝 謝謝 謝謝